大家好 欢迎收看聊天球 我是梁哥 本期为大家带来2020年英格兰公开赛 我国选手丁俊辉对阵小将施家辉 在比赛的开局阶段 施家辉状态神油 一上手便拿了一个3比0 在7局4胜的比赛中 首先拿到3比0是非常恐怖的数字 就在大家以为丁俊辉要一轮游的时候 场面发展的变化 或许是小将施家辉的心理开始有些波动 然后丁俊辉就连锥三局 现在已经打到了决胜局 在目前的这种局面下 小将施家辉想要再站起来 几乎是不可能 这个母球呢让丁俊辉有些担心 因为这种情况怕形成后失落 如果形成了后失落 那么就只能轻推进红球 然后继续放手 13 现在母球和篮球的角度大了一点 如果小一点的话 叫两颗红球左边的顶带没有问题 现在这种角度的话 叫右边的带口呢 比较保险一些 接下来这两杆 射箱头的角度呢给的都不对 估计导播是想让大家看看对手的表情 但是呢 观众却无法看到整个球局的变化 我认为这个呢有点本目倒置 31 我认为这种角度的变化 44 48 53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